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 为菲兰 为美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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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美国 安全 周二 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和瑞典外交部长林德 在布鲁萨尔北约总部签署了《入约》议定书 两国外交部长都表示 期待未来与北约的合作共同维护安全秩序 议定书签署后将送往各国议会 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分别批准通过 这一过程可能要长达一年 不过 土耳其外长周一再发出警告 希望芬兰和瑞典旅行与土耳其 在上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三国备忘录 否则仍将阻止两国的加入 对此 芬兰和瑞典外交部长 在周二签约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分别做出了回应 上周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封 土耳其与芬兰和瑞典达成协议 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芬兰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诺 不支持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总和报道